第六十一集 更何况是生长了千年的货色 化为黑水王蛇之后 只怕一般的神通历井高手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乃是强横的妖兽 方寒读过诸世界 知道黑水王蛇这种去蛇的用途 尤其是成交之后的黑水王蛇 用处更大 想不到 第一次出海就有这样的奇遇 黑水王蛇褪皮成交的一刻 也是比较虚弱的时候 如果能将他虚弱期过了 法力强横 钻到深海之中去 就算是神通历井五重天人静的高手 都难以把他杀死 神通一二重的人 去只会给他做食物 居然碰到黑水王蛇化交 运气不要太好 魔女飞起来的时候 也非常眼馋 就在方寒飞过去的时候 岩突然说话了 有神通历井的高手 埋伏在那黑水王蛇四周 似乎是等他化交 并非只有我们 岩的话音刚落 龙轩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我感觉到水气有波动 似乎还有别人 方寒是第一次看见精怪 蜕变为妖 而且是黑水王蛇这样的旁人大物 洪荒一种 那一阵阵磅礴的妖气 星弦之气传达出来 海上风暴猛烈 狂飙呼啸 鬼神好哭 如果这时候 有航行的船只经过 船上的人 只怕要活活吓死 生灵没有修成神通之前 只能称呼为精怪 像贺仙子 能用庞大的精神 给人造成种种幻想 迷惑普通人 这 只是叫做精怪 也就是普通人所说的 成精了 而贺仙子 如果能够修炼到神通秘境 精神转化为法力 那就成妖了 是真真正正的妖怪 精怪 妖怪 两个不同的等级 正如肉身境 和神通秘境 贺仙子 现在虽然跟着方寒 吃了很多丹药 得了无穷的好处 又被迦兰点化 但要蜕变为妖怪 踏入神通秘境 没有其余的话 起码还要一夹子的时间 这一夹子六十年的时间里面 还要天天服饰灵药 使得血肉纯净 没有杂质 所以 这一次 方寒没有带贺仙子出来 在茫茫大海之中 贺仙子也帮不到什么忙 反而会成为拖累 黑水王蛇 此时 在风暴水龙卷的中央 方寒运用真气 飞得近了 在几十里开外 越发看得真气 这一条巨蟒 全身的鳞片 每一块 都有脸盆大小 现在 全部都张起来 逆鳞如刀 猛恶猙獰 尤其是那血盆大口 就算是一头大象 都可以随意的吞下去 真真正正的蛇吞象 没有半点虚假 那血盆大口之中的森森毒牙和象牙一般长 锋利无比 可见 被咬到了该是个什么下场 方寒知道 这黑水王蛇的獵牙 比起修罗骨刺 都好上十倍 如果被天人镜的高手得到 打入种种大阵 用法力洗炼 甚至 可以炼制成宝器级别的飞剑 这样庞大的黑水王蛇化为胶之后 法力会强横到什么地步 方寒还只是靠近这黑水王蛇 就感觉到 对方的法力 比自己足足强横一倍都不值 自己宁愿真气之后 已经有六百匹猎马的力量 而这条黑水王蛇 已经上千了 要是这条黑水王蛇 学会了神通 宁愿真气之后 和方寒一样 进入第二重真圆境 那法力会强横到什么程度 三千猎马之力 五千猎马之力 不过 黑水王蛇这类妖怪 就算踏入神通秘境 也没有机会修炼神通 除非是被妖道武宗的人收去 不过 在这之前 他肯定会受到许多修道人的窥视 晋升神通秘境 成就妖怪 是最危险的时候 没有门牌的壁虎 基本上 十个有七八个 遭到不测 动静太大了 太容易招来窥视 此时 在风暴中央的黑水王蛇 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看到了方寒等人的接近 叫声越来越凄厉 越来越凶狠 一波波的精神传达出来 造成种种幻想 似乎要吓退方寒 魔女 龙轩 还有隐藏的窥视者 不过 这没有任何用处 神通秘境的高手 根本不在乎幻想 而且 这个时候 这图黑水王蛇处在蜕变的最关键时候 也不能逃跑 更不能半途而废 否则 精神崩溃 立刻变成白痴 植物蛇 咱们等 等着黑水王蛇 全部把精神转为法力 蜕变成骄 立刻动手 是我拦截暗中的人物 还是你来 龙轩突然分开水墓 朝着方寒这边靠拢 魔女 打出一道隐匿符 三人消失在了水墓风暴之中 把声音 气息 形体 彻底的隐藏起来 龙轩 你怎么想的 方寒问道 这图黑水王蛇 对你有大用 我并不需要 况且 我服用了一枚阴阳万首单 增加六百年寿命 有的是时间 慢慢修炼 你只有十年时间 一点都耽搁不得 我帮你拦住暗中的人物 你等黑水王蛇 化为蛟龙的一刻 突然出手 把他杀死 收取掉 你有没有收取 这么大一条王蛇的法宝 龙轩的声音 传达到了方寒耳朵里面 是运法力传音 好 我也不客气了 魔女 你帮助龙轩 暗中防备 我若得了好处 少不了你的好处 方寒听见龙轩 愿意把黑水王蛇让给他 也不客气 的确 他现在需要很多资源 增强实力 而龙轩则可以慢慢修炼 日子还长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龙轩是个明白人 好 他要开始化骄了 一声俱吼 让方寒把注意力 全部集中到了黑水王蛇身上 此时 那风暴更加剧烈了 一股股澎湃的法力 从黑水王蛇身上散发出来 这条巨蟒海蛇的头上 隆起了两个大肉包 随后一连串的硬壳 隆了起来 竟然长出了两只一丈多长 山湖般的脚来 与此同时 这黑水王蛇身上的法力 骤然消散 龙卷一般的风暴 失去了法力的支撑 忙得消失 几十万斤的海水 从天空掉落向海洋 下起了倾盆大雨 就是此刻 此时的方寒再不迟疑 把手朝外一抓 木黄真气澎湃而出 画成一根青色巨木 撞击向这头画胶之后的 黑水王蛇 对付这种海胶 普通的飞剑 根本不起作用 不过 方寒的青帝木黄宫 化为巨木 一击 一击让对方晕厥 正适合对付庞然打雾 青色巨木的速度极快 虽然没有超越声音 但几十里距离 转眼就到 狠狠地砸在了 黑水王蛇的身体之上 这头海胶发出惨烈的吼叫 跌落到了海面上 摇晃着脑袋 似乎是被砸晕了 这是他刚刚化骄 法力还不怎么会用 而且虚弱到了极点 否则 以他浑厚的法力 就算单打独斗 方寒也收拾他不下来 木黄画四 天罗帝王 看到这样的情景 方寒动作飞快 他现在实战经验丰富 知道该怎么运用真气 那青色巨木 一下把黑水王蛇撞翻之后 突然化为了一张大王 笼罩下去 赶捡便宜 就在这时 不远处海面上 突然一条黑影 猛烈窜起 方寒之感觉到气流一震 那人飞行之间 那人飞行之间 周围产生的一圈圈乳白色的气流 是音爆 这是速度超越了声音 把声音拉在后面 形成的奇异景色 寒吃 龙轩早就在等待着 寒吃剑一飞击输 和那个人影 撞了个正着 哼 不知死活 那人影也没有什么动作 隐隐约约 一抓一拍 寒吃剑就算倒飞了回去 而这人影 如影随形 快如闪电鬼魅 在空中连连闪烁 接近了龙轩和魔女 凌空两掌 速度太快了 龙轩和魔女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两掌击中 发出惨叫 跌落下海面 而这个人影 陡然一个转折 向方寒突了过来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方寒只看到 对方还在极力开外 一扑之间 深深的钢气 已经笼罩到了自己全身 不好 最少都是神通第三重 圆刚镜的高手 已经把真气 转化为了钢气 想不到 自己第一次出来 遇到了黑水王蛇化 教这种好事 刚刚要收获一笔 却遇到厉害的高手打劫 这种运气 不知是好还是差 到底是有先缘 还是没运 不过 方寒却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 因为突然袭击的人 速度太快 太凶猛了 钢气本来就比真气 要厉害的多 力量也相差好几倍 一招杀来 根本不可抵挡 方寒根本看不清楚来人的真面目 只感觉到对方笼罩在一片乳白色气流之中 黑影摇曳 一片片阴宝震荡震荡着自己 真气虚浮身体也似乎要解体 威力之大猛烈如斯 不过 他可不是魔女和龙轩 到底是炼成的真气的人物 而且修炼的还是木皇真气 太古人通 身体更修炼的是阎罗金身 自然不会不堪一击 在对方钢气笼罩全身的时候 方寒发出了天龙八音 混合真气喷吐而出 字字音符冲着对方的钢气撞击 顿时就把罩住自己的钢气抵挡住 扑杀过来的人影受到阻挡 也稍微的停顿了一下 似乎没有料到 方寒居然能够发出这么强大的阴沙之术 天龙八音的威力 是随着修为的高深而成倍增加 现在方寒炼成的木皇真气 一喷吐出来 那些阴结就形成了阴符 再组成八条隐隐约约的青龙 直接绞杀 不亚于任何真气法术的攻击 噼里啪啦 八条阴符青龙 连番炸在来人身上 把对方的钢气炸得嗡嗡作响 钢铁暴鸣火花色射 不过却没有撼动对方的钢气 但是方寒并不停留 运足真气 手上立刻出现一根青色木棍 朝天一举向下劈杀 直奔对方脑袋 此时 对方停顿下来 方寒也稍微的看清了对方的面目 是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人 三缕长须 脸皮紫黑色 似乎是常年晒太阳的缘故 或者是练了一种奇功 这黑衣中年人脸色阴沉 眼神恶毒 目光阴寒 嘴角挂着一丝鸣笑 一看就是干惯了杀人越货的勾当 而且身经百战 出手就要人性命 从不落空 想不到我枯守了这条黑水王蛇一个月 就是等他从深海之中钻出来 花椒的一刻 再收复他 居然碰到了你们来抢夺 实在是该死 这人停下来之后 并不停留 一道钢器 斩杀而出 抵挡住了方寒的青色真气木棍 同时 把手向外一抓 一股乳白色的钢器 当空飞舞而去 化为了一只方圆足足半亩的魔手 狠狠朝着海面上的黑水王蛇 呸了下去 海面上千万斤海水被炸开 方寒的那大网真气 也被一下拍散 失去了对黑水王蛇的控制 那条黑水王蛇再次发出凄厉的惨叫 身体乱动 随水飞骑 可惜 这条前骨一种如果不是虚弱气恢复神通 根本不怕任何修饰 现在 却只能任人宰割 这人一下把黑水王蛇拍成重伤 大手狠狠捏住巨蟒的齐寸 竟然凌空提了起来 似乎要把这巨蟒带走 伤了人 还想走 方寒看见这人居然能够用法力凌空提起巨蟒 丝毫不费力气 心中震撼的同时 却也不会让这人就这么走了 龙宣魔女现在还生死不知 被这人突然袭击 方寒心中怒气勃发 这头巨蟒少说也有一两万斤 一声巨吼 乘着这人降伏黑水王蛇的关头 方寒把自己九成的真气收拢在脑海之中 突然化为尖锐的螺旋 好像树木的年轮狠狠钻了出来 直奔对方的护身钢器 这是一种运用真气的手段 也是青帝暮皇中的招式 运用真气高速螺旋 突然钻入可以迫去防护擅长攻坚 虽说方寒把木皇真气玩弄得出神入化 但却是纯属无比随意操纵一念之间 小贼子 黑衣中连人脸色再次凝笑 杀机毕露 居然敢在我绝命岛主面前 卖弄你那可怜的真气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技高一筹压死人 天刚绝命手 说话之间 护身钢器自动形成一只乳白色的手掌 这手掌十分奇怪 居然只有三个指头 好像鸟爪子 三个手指上都有钢器扭曲的符文 组成了三个字 绝破残 砰 这钢器爪子和方寒的木皇真气再次撞击在一起 方寒的真气一下被撞击的粉碎 但是这个黑衣中连人却在天空中被震得连连后退 滑翔了几里远的距离才停留下来 巴搭 远处被抓住的那条巨蟒黑水王蛇 也因为这个绝命岛主的钢器稍微散乱 重新掉落到海洋之中 这是什么真气 品质如此之高 绝命岛主神色一愣 虽然他刚才提起巨蟒耗费了部分力量 但是他比方寒高出一重境界 相差天一远地远 居然也被方寒的真气急得后退 可见方寒的真气是一种奇功 刚才在一拼之间 他已经感觉到方寒真气的厉害 绵绵悠长 坚韧无比 其绵密 其雄浑好像春天降临 浩然充沛 怎么都记不散 什么绝命岛主 我是羽化门真传弟子 你一介小小散修 邪魔外道 居然敢和我羽化门作对 莫非是想死了 方寒吼出了灵密的声音 真气暗中再度凝聚 在脑海中流转 预备最强一击 与化门弟子 绝命岛主一听 吃了一惊 脸色阴晴不定 似乎是有所忌惮的 散修门派 无论是修炼的再厉害 对于仙道师们这种庞然大物 估计非常之多 因为杀了他们其中一个 肯定会遭到无穷无尽的追杀 就在这绝命岛主一愣脑袋 这种权衡厉害关系的瞬间 方寒动手了 颜 动手 方寒招呼黄泉途中的颜 立下杀手 青光一蹦开 化为巨木 狠狠的镇压而下 而颜的出手更快 一身龙银 无数黄泉胜水 忘情水 化为水剑水刀 覆盖了这绝命岛主 这绝命岛主 那忘情水 一接触到绝命岛主的钢气 立刻如酸液一般 吃吃吃吃 腐蚀了对方的精神 使得绝命岛主 发出一声尖叫 炎自从苏醒以后 就相当于神通二重真气境的高手 吞噬了青光烈火境后 实力再增 虽然没有到达三重圆钢境 但也把黄泉真气修炼到了巅峰 那黄泉胜河忘情水 施展的是炉火春青 更有一层阴损毒辣 专门腐蚀精神 刻着一切法宝法力 人真人上就得受到重伤 记忆受损 而且炎隐藏在黄泉途中 乘着绝命岛主不备 突然发难 更是深得阴损之精髓 有一位绝世刺客 不出手则疑 一出手 必夺人性命 哼哼哼哼 你个小小的钢气静 也敢作威作福 居然自称绝命二字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绝命 你一身的钢气 倒也算雄魂 拿来给我炼丹吧 炼制成丹药 打不 功效 不下于那条黑水王蛇 炎一击之下 忘情水侵入对方的法力之中 把绝命岛主弄得尖叫连连 却也并不停留 针气再度旋转 忘情水在他操纵之下千变万化 施化为水刀 施化为水剑 又化为了剑 矛 弓弩 长枪 大副 化疾 软鞭 铁锤 甚至还化为绳索 鬼脸魔头 不出三个呼吸 来势汹汹杀人越火的绝命岛主 被打得不知道东西南北 护身刚气 摇摇欲坠 似乎要被打散 一旦打散了护身刚气 就是必死的局面 因为凭借肉身 在大海上只有死路一条 不被人杀死 烟都会被烟死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 第六十一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